一个人的名声千万不可大于自己的实力 一旦你的名声大于实力就是名不负实 七师到名就会有灾难降临 当名声不断提升一定要不断提升自己的实力 并且提醒自己实力提升速度 要超过名声提升的速度 只有这样才能不断走向更大的成功 一个人的财富不可大于自己的功德 一旦你的财富大于自己的功德 就是在投机取巧 就是不劳而获 投机取巧必招再获 一个人的地位不能大于自己的贡献 一旦你的地位很高 但贡献却无法与之相匹配的时候 必然引起周围人的不服妒忌甚至被算计 在任何一个场合被捧得很高的人 必须是对这个场合有巨大贡献的人 只有这样才能服众才能得到众人的拥护 才能在位子上做得安稳 然而很多人为了往上爬 不惜一切手段 却从不思考用自己的贡献够不够 这种人即便可以一时得逞 也总有一天被扯下来 一个人的职位千万不能大于自己的能力 一旦你的职位过高 而能力还不够的时候 意味着你在行使出能力之外的权力 必然给自己职位的坍塌埋下扶笔 周一细思下里有几句话 得不配位必有灾压 得博而卫尊 至小而谋大 一个人永远只能享受和他相匹配的东西 得到一件东西的最好方式 就是通过自己的努力 让自己配得上它 感谢您的观赏